受到疫情的影响 去年停办的日月潭万人永度 今年9月复办 7月开始报名 限额2万人 不过今年却没有看到 报名秒杀的盛况 开放报名10天了 只有1.4万人完成报名 由于今年防疫规定 除了要3剂疫苗打好打满之外 下水前还要再出示 48小时内快篩阴性证明 严格的规定 可能也影响到民众的参与议员 就像下水饺一样 每年都受到永克高度关注的 日月潭万人永度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9月4号复办 7月1号开始报名 2万个名额报名都过了10天 只有1.4万人报名 跟过去秒杀的盛况差很大 人群那么多的话聚集 会有感染的现象 可能大多疫情还有恐惧感 是之前往年的那个 整个永度举办的情况 定反应该不如预期这么好 报名不如预期 就连饭店业者也很有感 这次在疫情之下 相关的防疫规定在升级 要报名不只要打满3G疫苗 下水前还要出事 48小时内的快筛证明 而这严格的规定 似乎也渐渐影响到了 民众的报名意愿 还有人猜测 日月潭的雨虎 恐怕也是报名不如以往的原因 没有过雨虎咬人的状况 甚至于一下水有3万人在台面游泳 以雨虎咬都吓坏了 已经举办将近40年的日月潭 万人永度 早已是指标性的国际盛事 2019年吸引超过2.3万人 参加创下历史新高 去年因为降级不解封 宣布停办是史上第二次停办 疫情之下要复办 看能否有过去的盛况 还要看接下来的报名情况 记者正如层南投报导